所有的選手注意 在上週我們的比賽就是 可能一位選手 他有可能把他追趕回來 很難講喔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兩隊派出的 隊長指定曲 分別是萬江 簡範帝 請出列 好 會被隊長指定 一定是相當的這個 有水準 而且有特色 那我們知道呢 光是這兩位名字就很有特色 簡範帝 妳在這個 我記得在海選的時候 大家對妳的特色是非常印象深刻 今天妳要選什麼歌 我要我們在一起 好 小心啊 這首歌的陷阱蠻多的啊 萬江 旅行的意義 唉唷 要自彈自唱嗎 對 聽說現在在路上 已經有人跟你揮手啊 才不會及已經有人跟你揮手了 對...我那天在這個 SOGO 然後有兩個美女 因為我是第一 前一天錄完影嘛 然後我一看 第二天就有人跟我揮手 還沒播呢 怎麼會認識妳 我說這節目也太紅了吧 對... 結果發現她是在我 她是在給我後面的她的朋友揮手 會作意... 我想說哇 這個節目還沒播 大家就已經認識妳 沒關係 慢慢來好不好 一定有很多美女會想要 這個追求妳啦 好不好 台北 台灣的女生可以非常主動的 希望 好 那簡範帝 是常常跟童話一起出門對不對 對 然後妳都會在旁邊翻白眼 為什麼 因為就是 就是大家碰到她都要聊政治啊 然後兩岸關係什麼的 哪些各行各業都在跟她聊 最多的就是計程車司機 還有呢 然後那個 就是幫我整骨的那個師傅 整骨的師傅 也在聊政治 就是 就是叫我們講很多 然後又叫我們兩個 各唱一首歌才可以走 好辛苦 我覺得身為星光的選手 壓力真的蠻大 但是只要妳們表現一好 我跟妳講 免費的滷蛋啊 油豆腐 滷肉飯都來了 好不好 當初胡夏 她們就是接受這樣的款待 童話加油啦 好 好 在這邊首先 我們就先歡迎 簡範帝的演唱 我要我們再一起 歡迎她 其實說實在她可能 就是很喜歡這首歌 她想要比較挑戰 像陰天這樣子的 也許比較高難度的歌 她的 一個個性 比較有個性 她唱這首歌比較適合 那後來她也接受 因為陰天是比較 女性化的歌曲這樣子 那很高興她有被我水浴 最後一組猶人隊 派出強棒冠江 簡範帝能拉大差距 贏得最後勝利嗎 我記得你習慣 閉著眼抱著我 好像我是你的臉小星星 我不是該如何對你笑 對你哭 講在嘴部裡你像個機器 你的世界 我的日子 好像沒有誰對誰發過脾氣 過得太快 來不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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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說 我們要不要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裡 生活的不費語氣 笑笑看你 只要和你在一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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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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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們在一起 柔情的日子裡 愛你不費力氣 傻傻看你 只要和你在一起 不想現在 只能遙遠的 藏著你 謝謝 接下來由萬江演唱旅行的意義 目前差距8分 最後一戰 柔人隊的萬江能逆轉成功